年代剧《胡同》上星播出后,在豆瓣上居然差评不断,而观众给出的差评理由竟然出奇的一致,这是怎么了?年代感不足,缺少大女主意识。 胡同讲述的是祖孙三代女性,从居委会创办到发扬光大,一直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办事的故事,内容分为三个单元。 第一篇章就是从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时期,田枣和青梅竹马铁弹积极投身于基层工作,为百姓做贡献的故事。 可以说就是我为人人,这个概念是非常正向的,但情节和细节都支撑不起这么宏观的框架,开头在1949年的北平,连基本的土路都没有了,地上的板砖心道不行,一看就不是时代产物。 转镜一看,城楼,门扁以及小贩的桌椅都心道不能在心,但实际当时的环境远没有这么华丽,给人的感觉就是身处影楼,时代特色毫无展现,连基本的道具都做不好,也不指望剧情能有什么好了。 果不其然,女主田枣一出来,给了一个深沉的镜头,然后她带着一群小孩,把人家特务给打了,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厉害啊。 女主的人设也是二虎八鸡,看到男主在那和别人比拳脚,女主指手画脚,两人交谈之后,女主非要和她比划比划,毕竟她是非常厉害的。 结果男主不想把她弄伤各种谦让,但是女主还非要人家拿出真实力,于是男主一个使劲就直接把她给摔出鼻血了,属实是这波没装成。 这样一来女主就尴尬了,于是她像个泼妇一样,指着男主的鼻子开喷,全都成了无理取闹,奇怪的是该剧明显是要突出大女主的性质,可是拍出来的东西还是女不如男。 更无语的是,这位女主人蔡尹大,听说有坏人来了,她单枪匹马就直接跑去一队多群殴,就算女主选择暗杀都能证明她脑子问题不大,可是她本身就没什么实力,就靠花拳绣腿,直接被人擒获。 可以说,这位女主做的事情多半都是无用功,到最后还需要男主来救,这样强行弱化女性的剧情,也算是见怪不怪,而且仔细看剧也能发现,奋斗的女性差不多就女主一个,与其宣扬的大女主没有半毛钱关系,属实是无语了。 女主演技浮夸,和角色契合度低,女主的人设本身存在的问题就比较大,而饰演该角色的演员赵露丝,她的表演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,赵露丝本身就是网红出身,对于表演感觉还是一知半解,如果说她演一个沙雕甜剧,还是能达到不错的水准。 但出演证据,她没有什么经验,也没有过硬的功底加持,呈现出的效果就变得特别怪异,长期出演网剧,对于面部的使用过度,情绪一激动就五官乱飞,恨不得把别人给咬死。 流出鼻血原本问题不大,但赵露丝偏偏要加一个伸舌头舔鼻血的动作,简直是引起观众的生理不适,这也算是娱乐圈的罕见情景了,甚至想问问她这血浆味道可还满意。 赵露丝自身的长相属于比较清纯的,而且脸上肉比较多,更多的时候给人一种白胖的感觉,但和当时年代人形象相差太大,为此赵露丝特地把脸涂黑了。 涂黑半丑确实可以加强和角色的契合感,可是她涂脸有时候涂,还有时候不涂,或者是像抹了锅灰一样脏兮兮的,给人的观感非常奇怪,似乎肤色会随心情变化,堪称前所未有的诡异。 而且女主的性格确实是虎,但不代表她需要看起来不正常,在剧里赵露丝只要和别人交流,就永远少不了瞪眼张嘴的流程,一惊一乍,但眼神空洞一点情绪都没有。 情绪一上来,赵露丝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到了脸上,扬言要收拾别人,眼珠子瞪得令人心生畏惧,这表情神态着实有些过火。 和领导聊天的时候,不知道赵露丝为什么要装成老太太的样子,重点没说两句,先把一副村口老太太砸把嘴的样子摆出来了,她虽然演的是老了,但这时候应该还是个小姑娘吧,看起来应该是表演欲过盛。 而且这些天赵露丝被议论最多的,还是她采访中把背景时间记错,连1921这样重要的日子她都说错了,纷纷指责她脑袋空空,而且对自己演的人物也没有过多了解。 其实说错可能是口误,但赵露丝确实是对角色认知不太清楚,她只知道虎,但是却无法展现出角色的坚韧和心中的大意。 反而致力于将新角色演成自己的味道,好像只要沙雕到底她就能永远待在舒适区,回看赵露丝出演的这些角色,好像除了李乐焉,别的都被破成了沙雕,套路式的浮夸表演从未变过,这对于演员来说是非常可怕的。 总而言之,胡同的场景布置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剧方不够用心,急于将该剧变成流水线作业,赶上好时期上星,用题材优势吸引到观众注意,再用烂俗无趣的剧情让人倍感心累,致力于让观众不好受。 剧中女主赵露丝形象和角色差距过大,表演形式千篇一律实在没有办法引起共鸣,也难怪得到了这么多差评,那么你觉得这部剧质量怎么样呢? 剧中女主赵露丝形象和角色差距离